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联想TechWorld近日在美国西雅图举办。 英特尔执行长帕特纪辛格和AMD董事长兼执行长苏兹峰博士等, 全球六大顶尖AI科技公司执行长参与了这场科技盛会。 联想正式推出了Hybrid AI Advantage混合式人工智慧优势级和新一代联想Neptune海神夜冷四伏器。 然而,AMD股价十月已创下于一个月来最大跌幅。 此前该公司发表了新的人工智慧AI晶片, 但没有在客户或财务表现方面提供投资者盼望的讯息。 在利润丰厚的AI处理器市场上, AMD已成为徽达最大的竞争对手。 苏兹峰声称, 其最新晶片某些功能将超越其竞争对手。 他表示, 基于AMD MI325X处理器的计算机系统更快将推出, 效能优于运行徽达H100的机器。 他表示, MI325X采用一种新型记忆体晶片, 因此在运行AI软体, 这一过程被称为推理方面效能更佳。 另外, 英特尔与AMD的X86架构对数据中心伺服器市场长久以来的主导地位, 正面临ARM与RISC-V架构的挑战。 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人工智慧、 高效能运算等数位转型的需求增长, 许多企业开始转向采用ARM架构。 这带动了云端采用ARM架构伺服器的比例增加。 集邦咨询预计, 2025年ARM架构在数据中心伺服器的渗透率将达到22%, 与此同时, ARM、SI5、 算能等RISC-V的IP与晶片企业, 也在不断推出高效能运算产品, 拓展数据中心市场。 这是X86阵营, 必须正视来自外部的挑战。 联想这次, 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年度科技创新大会TechWorld。 作为联想的主要合作伙伴, 英特尔执行长帕特基辛格和AMD执行长苏思峰亲自出席了主题演讲。 两家竞争对手公司的执行长更史无前例宣布要携手合作振兴X86。 具体来看, 两大处理器龙头厂商英特尔和AMD共同宣布, 将成立X86生态系统咨询小组。 小组汇聚行业技术领袖Linus Torvalds和Tim Sweeney以及众多伙伴作为创始成员加入, 包括博通、戴尔谷歌、汇语科技、汇谱联想、Meta微软、甲骨文和红帽。 英特尔表示, 该咨询小组将致力于寻找创新方法来扩展X86生态系统, 实现跨平台相容、简化软体开发, 将提升X86产品间的相容性、可预测性和一致性。 据了解, 该咨询小组旨在联合产业领导者塑造X86的未来, 并透过一套更统一的指令和架构界面促进开发人员创新。 此举措将增强X86产品的相容性、可预测性和一致性。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该小组将向X86硬体和软体社群征求有关基本功能和特性的技术意见。 协作将有助于创建关键X86架构功能和城市设计模型的一致且相容的实现, 并扩展到所有部门, 包括数据中心、云端、客户端、边缘和窃入式装置, 最终为客户带来下游利益。 咨询小组的成立预期将形成诸多成果。 首先,可为客户在硬体和软体方面提供更多选择和更强的相容性, 使其更快地受益于全新的尖端功能带来的提升。 其次,可简化架构指南, 以提升英特尔和AMD的X86产品系列在软体一致性和接口方面的表现。 第三,使新功能能够更广泛。 更高效地集成到作业系统、框架和应用程式中。 对此,英特尔执行长帕特基辛格在主题演讲中表示, 这次也许是英特尔和AMD史无前例的首次合作。 有些人说,X86时代已经结束了。 他要告诉人们, 关于死期的传闻被严重夸大了, 他们还活着, 而且活得很好, X86正在蓬勃发展。 基辛格称, 他们正在迎来X86架构最重要的创新时期之一。 作为几十年来运算基础的X86架构即将经历一个客制化、 扩大化和可拓展化的时期, 这正是人工智慧带来的机遇。 英特尔和AMD宣布组件包括联想在内的X86生态系统咨询小组。 他们认为现在是最佳时机, 没有什么比联想的舞台更适合宣布这件事。 这个生态系统咨询小组汇集了来自整个生态系统的领导者, 旨在塑造X86的未来, 简化软体开发, 确保互操作性和接口一致性, 并为开发者提供标准的架构工具、 指令级以及对未来的清晰展望。 一个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的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在这个人工智慧、3D封装和晶片组的时代, 季星格称, 他们认为这将开启围绕系统和全新工作负载的创新类别。 他们欢迎联想作为创始成员加入该咨询小组, 并且很荣幸地看到其他公司与英特尔、AMD和联想一起加入。 AMD董事长兼执行长苏兹峰博士在随后的发言中也表示, X86生态系统咨询小组说明了当今时代技术领域的独特性。 归根结底, 他们所努力的方向是加速运算能力的发展, 以及推动运算技术的广泛应用。 X86架构在过去40年里一直是引领行业的领军者, 而AMD和英特尔联合所有创始成员 建立X86生态系统咨询小组的这一举措, 正是为了能够在未来加速创新的步伐。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还强调, X86架构和生态系统正处于数十年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 需要更进一步的客制化能力、 相容性和可扩展性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客户需求。 AMD董事长兼执行长苏思峰也表示, X86生态系统顾问小组的成立, 将确保X86架构作为开发者和客户首选的运算平台, 持续发展和演技。 Gartner研究副总裁认为, 此举主要是为进一步巩固X86阵营在数据中心领域的竞争力。 有晶片业内人士也表示, AOM阵营的发展太猛, 让X86阵营抱团抗击。 不过, 英特尔和LiMD在诸多领域都是竞争对手。 例如, LiMD最新的基于其突论技术的新四伏器处理器产品线, 向曾经由英特尔主导的市场发起新的进攻。 搭载LiMD第五代EPYC骁龙中央处理器的电脑将上市销售。 这些晶片最多可搭载192个核心, 效能超越英特尔的最新产品。 不过, 按收入计, 其目前在此类晶片市场占有34%的份额。 英特尔仍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其份额一度增高达99%。 总体来看, 英特尔和LiMD历史上有过多次产业合作, 例如在PCI、PCIE、ACPI等行业技术标准上。 但这次双方合作重点是X86生态系统内的平台及进步、 标准的引进和安全漏洞环节。 因而, 此次面对新的竞争对手ARM, 双方的合作或许会有更多新的不同。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